和害人生活的正常的 就是尽量的保持正常 就是非常的正静 就是你没有觉得他们很惊慌 因为他们对这个战争 要速战速决这个事情很 而且他们对很多事情 就是很缜密的做了一些安排 那所以呢 尽量大家的过程 像日常生活一样 尽量就不要受 这种情绪性的影响 然后也不要受 不要恐慌 就是他们觉得 你一滴恐慌你就失败了 所以呢 大家都好像 还是正常的情形 可是其实从去年 我们我在病床上面那一次轰炸 轰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 我终于我就发现我好害怕 这个战争的阴影 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其实很多犹太人是非常 其实只是 只是想要很稳定的心态来面对 可是并不表示不惧怕战争 或是怎么样 就是比特前书第四章第七节 万物的结局进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设断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那个巴拉斯坦人就裙着 好像蜜蜂一样这样冲过来 然后要我们听他们在讲什么 可是我们 我们都是惊弓之鸟 在圣殿山上 那个大冲突 我们一下山 就是那个分秒必争 我们一下山 那个山上保护我们的那个指挥官 就被枪杀了 就被对方给枪杀了 这个机会就让我 从此以后 垫并了以后 在这边生活的一个准则 就是彼得前书四章这一段 然后若有机会 若有机会 我就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叫耶稣基督的名德荣耀 所以若有机会 我就去看法 若有机会我去帮助 若有机会 我就多多以为笑待人 若有机会 我就多多的尊重别人 做傻一点也没关系 多多